KOMB 現在要去頂頭拍寶瓶座跟摩羯座有心雨 10點半拍到12點就好了 因為極大指定應該是30-30號 那今天28號的話寶瓶座應該也不少 只是它的陽角太低 它的角度太低 為了好好拍 這狂海太嚴重了 右邊這顆是土星 先這樣拍拍看 好 冰座太亮了 光害太嚴重了 那時候宇船電燈太亮了 木星 木星也上來了 我們看一下木星 右下角那個是北洛斯門 它是南魚座啊 現在在拍那個寶瓶座Delta流星雲 不過我寶瓶座Delta流星雲的角度太低了 海上的漁船光害太嚴重 所以陽角太低的話 都看不清楚 寶瓶座流星雲在27號到31號 它的風值其實都差不多 然後其大指應該還是30號 不過今天來拍應該也可以 所以只是 那個海上燈光還是太亮了 它的DHR大概是25 另外一台對的是 摩羯座Alpha流星雲 摩羯座的話 它的DHR不到 好像只有3吧 肉眼看不到 肉眼真的看不到 肉眼頂多看到天蠍座 然後 然後 先後座 那摩羯座我不認識就算了 晚間大概只是先拍一下而已 重點在禮拜六的晚上 好 我先拍了 然後摩羯座流星雲它的DHR 有時候會超過5顆 那一般只有3顆 一般通常會少於3顆 那比較麻煩的是 其實是無法區分寶瓶座和摩羯座流星雲 因為它們的極大值 難得重疊到 但是現在拍到流星 應該就是寶瓶座DHR比較多 台北市立天文館也有消息指出 28號到31號 這個時候有同時有5個流星雲 寶瓶座DHR-25 摩羯座Alpha EHR-25 南魚座流星雲 VHR-4 南魚座就在寶瓶座旁邊 所以這3個其實重疊 為什麼南魚座流星雲的資料這麼少 我在日本電郭觀眾網上也沒有看到 南魚座流星雲的資料 另外還有天龍座這怎麼念 天龍座流星雲 我沒有特別去拍他 然後還有就是陰間座流星雲 他現在陰間座流星雲 現在也開始了 然後 我這樣等極大期的時候 再拍陰間座流星雲 海外 海外 riluvo Barb